take it 好呀 老師請教一問 什麼叫射心理解 然後怎麼個射法 射心是相對於散亂 darknessohin 比如说我们心很散乱又派缘 有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 不断地往处跑 就是心如猿猴 或者像崩溢的 就是那种像什么马 心远瘦或者像崩溜的 就是说收射不回来 你控制不了你的念头 能控制念头先就是色心 停下来这就是色心 平时正声正义正言 你就是色心 我是简单地从这一个方法来讲 如果我们有很多习气 很多习气让我们很放译 深口译很放译 我们想说什么 我有个性 我是谁 我有个性 我就这么黑 我就这么白 那是个特性 我可以随口伤人 我可以随口说话 这就是放译 口放译 深放译 我想干的事我就做 我可以 我有魅力 我能啊 你不能啊 我想做啥做啥 我有条件啊 我为什么不做 身放译 是吧 义放译 那义我们就管不住了 身口都管不住 义就是 躺着睡着坐着 乱七八十 心远一马乱想 是吧 那个不怪我们控制不了 但身体好的 还能控制嘛 最起码是吧 身口正身正义正业 也叫射行 那射行以后 借理其正确的界地 以佛的正知界 作为正确的界地 这叫修正佛法里边的射行为界 界就是以佛的界地 作为指导思想 然后收射自己正身正义正业 然后修止力定理 收射自己内心 同称射行为界 可以这样子 先这样子考虑 大家说 等你修正到一定程度 我再说 那个层面的射行为界是什么 也许转一个概念 就叫射行为界 转一个定义就是 因为你在目前 我们刚学的时候 你还在散乱 放译 我们还是能收射回来 校正自己 正身正义自言 正义正严 不放译 身口译不放译 你不放译自己 绝躁是不是就成射行 绝躁是射行的一个方法 保持绝躁 你就不会乱做 但是呢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要处理不土形形色色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一种缘起 就是缘 各种缘 我们要 那我们有时候可能 对他要做的这样一点 对他要做成那样一点 就是 这个是我们的人情 有的是人情事故 有的是通过你的经验 领集出来的一个度 就是把握这个度 我跟他可能 我跟他说的亲密一点 可能我不伤害他 我可能跟他说的那样子说话 可能就伤害他 是吧 那就是怎么样说话 怎么样去处事 每个人的度是不一样的 是吧 你跟母亲父母 跟妻子 跟孩子 你的度是把握的不一样的 那这个度 只要把握的得到 都叫中道 对吧 都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度 然后保持绝照呢 就是说 你能知道你在做什么 就是不迷糊 不迷糊 你就不会放异 不会乱做了 但色系还不完全指的是绝照的问题 但有绝照力的人 对自己寥寥分明的人 他一般也 色系为鉴 是吧 绝照力度那么强了 他已经修得差不多了 是吧 他自然的合与中道 所以不要在这个 刚开始修行的 刚开始修行 我们不要在这些 自自默默的小事上 写 注注 写一定要去问明白 我应该怎么样 我应该跟他怎么样 或者是我师父 应该保持统一的一个尺度 或者是什么 不要再纠结 打蚊子 打蟑螂的问题 或者是吃酥吃肉的问题 都可以 当然说你在实证里边说 很重要的一个饮食 也是最重要的 一个是静坐 一个是饮食 这两个要明白 饮食 我说是 原意是 有慈悲性的礼节 还有慈悲性的修炼 还有一个 清脉的轰浊 要清净的问题 这些你要明白 其他的说 要打不打蚊子 或者这些 先不要在这些事上纠缠 先把佛的政治界 迅速地理清 就是自己 还有修行的 随如理清 但这个理清的 为什么一定要理清 理清的 不是那么容易理清的 有时候我说了 你如果不进入修行 你是忘掉的 但是呢 在这条路上 你要有子力 有定力 所以在理清的过程 要不断地修定力 修子力 定了一个子力 成就了 那所有的东西都成就 就是说这条路 你会记住 然后自己会在 因为我说的时候 你会记住 然后也会听 听懂佛说的话 理清除了 你再决定你怎么样 你做还是不做 你是出家还是结婚 你再决定这件事 你是闭关还是 你是离清 离清区域的路 离清区域是个很好的法 那也可以在家 走大成道 在家人 修慈悲 修菩萨 修奉献 修博爱 修宽容等等 修仁勇 那或者我离清区域 我在寺院里 我避开红尘 我就不再进 不再进子女的义 我不再销售父母 不再去做这些事 都是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先 离清佛再说什么 你要不要成佛 然后呢 你这条路 你搞清楚了 再决定 这些东西 不要一开始 啥也不多 一头砸进去 就是先就开始 我是离清区域啊 我是要 我是怎么样 我要打不打文字的问题 这些都 先搞清楚戒的 先抓入重点 这是修正佛法 要做的事了 那你只是个信仰 就没问题了 信仰以信为主 你信佛说就行了 然后你信佛说 然后在行为上 你去供养 你去忏悔 你去沟通 你去礼拜 你去上香 去做你所有一切 你认为能做到的 就把佛菩萨认为 那就是个 明明中能够给你一切加持 给你一切安排 就是说你所遇到的任何事 都是他安排好的 那都是给你最好的 就是说如果你信就是这样 比如你供了一种观音菩萨 想在家 每天上香 谢花 供服供 每天做 每天做 那你相信你生命中遇到的所有切都是他告诉你 都给你的 甚至磨难 甚至死亡 都是佛菩萨给你最好的礼物 这就叫信啊 你信就要信到这个程度 但这个呢 有人就说你迷信了 说你 因为你不了解那种菩萨是什么 你就对着一个木头的 或者持相的 你这样信 别人就会否定你 但是 不信更糟糕 你不信的话 一个人如果是 生活可能就很杂乱 没有方向 他会抓住生活 名利其实 一些满足来 作为一个生活的追求的方向 在生命的实质意义上 它是没方向的 他追求成就感 跟满足感 能满足成就 今天这笔茶能满足 我明天就满足 明天我就得喝这个 这个满足了 后天我不要了 这瓶子太小 我要个大瓶子 因为你的欲望是无止尽的 它怎么可能满足你 这世界没有能满足你的东西 所以纯纯的信的人 也很安心 他就 他坏了 他觉得今天遇到一些磨难 病了 或者要死了 他也觉得 哇 这是该的 他会以这样子说话 是吧 我该解 该受的 可能我有报 我火爆熟了 可能我上辈子杀了人了 他会这样想 知道吧 所以他也会安心 你知道安心就是福报嘛 一个人最难受的就是不安 人家安心了 你管他用的什么法吗 是吧 他坦然的面临死亡 你知道这个人多厉害 而他就是因为 我信 这些都是上帝的安排 或者佛菩萨的安排 但是我们是修正 我们现在是修大乘 大乘刀 我们是以大乘菩萨的角度出现了 那我们就不能只 只是先由这样子来信了 因为这样子不利于弘法 因为众生会觉得你很迷信 你给我说说这种菩萨 凭什么你给他抠头 我凭什么要溃在他面前 你说不出来 是吧 如果你能够去了解 释迦牟你的智慧的话 你就会用他的智慧 来指导所有人的生活 知道他的生命方向 行向 那这个时候 你能够利益很多人 利益众生了嘛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要求 不是只是让你信 是让你去修正 然后自利利他的 这是菩萨道 所以一东王在一直 同样的是这个东西 自利利他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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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不见 请 会员 好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